本影片由鄭成集團贊助播出 買影視器材找鄭成就對啦 大家好我是蔡太太 我是蔡深深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IG follow起來 今天我們的題目叫做 香精又包裡 你是不是不太熟 對 我們來到了金山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三小行程 金山是大家很常去的地方 每次來金山就是金包裡老街 然後在那邊吃著廟口的鴨肉 在路邊泡泡腳 泡泡溫泉 這一次呢 我們完全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就是 你看到我們後面的金山立體停車場 這個是市政府赤支了410859萬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對 然後你看後面蓋的那個木頭 中間的那一層 有沒有 顏色比較深 不是因為他找不到一樣的木頭 所以用那個 不是 因為金山在這裡呢 就是火山的整個地形 我們遠眺大屯山 中間那一層 又有一點紅紅的顏色 跟上下中間不一樣 象徵就是火層岩的這種地質 哦吼吼吼 被你講的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他真的是公手寫的 雨好大 我先撐一下 雖然是舊的路線 但是新的玩法 跟我們一起 香精又包裡 GO GO 我好High 對啊 這裏呢 他就可以跳望遠方 不是飄向遠方 像北方哦 現在這種敏感 大家不要亂說 這裡可以讓你看到海邊 還有隔壁的水塔 下雪了 這什麼 看我洗衣服的時候 衛生紙也忘記拿起來 很爛耶 怎麼會這樣子 這看起來很像跟這個一樣 我看一下這個 就在這一個金山立體停車場 它有往金山老街 就是金鮑里老街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公園 可以讓你的小孩在這邊玩土吃 這個就是被網友笑到爆炸的說 為什麼要在金鮑里老街的門口放一個辣椒呢? 錯了 它是紅心甘薯 不要再跟我說它像是辣椒的好不好? 像茄子 我們現在往這個方向走出去 一走出去呢 就是金鮑里大街 所以這個停車場 其實離大街是非常的近 金 鮑 鯉 你不要看這個兩側這樣 我告訴你 那個水啊 熱滾滾 對 熱的 中山公園 這個晚上有點真耶 對 你答對了 這個晚上啊 尤其在前面看到的 叮叮咚咚的泡腳池 那個點起燈來 哇 不得了 它就緊鄰著 金鮑里大街的旁邊 你看看 你看看 哦呦 溫度真的是沒有很高耶 哇 在這邊你看它那個屋頂 弄得非常的高 如果有下麻麻雨的時候 雨會打在你臉上耶 因為遮不太到 就假日的時候 吸引了非常多人啦 免費的泡湯池 這個中山溫泉公園呢 你看到的是溫泉 我看到的是3.2億 你不要什麼都用金錢來量化好不好 也是啦 這裡是整個沿岸一帶 從金山一直延伸到萬里那邊的城鎮重點規劃 就是要把這些的小鎮的裡面一些特色的東西再造 這邊有這個金鮑里的公共浴室 日本其實以前的家裡附近為什麼這麼多公共澡 因為本身家裡沒有這種泡澡的熱水設施 所以他們泡澡就是要去那種公共的澡 所以日本就有這樣的文化 那早期在台灣的時候也會有這樣 那這裡的泉質是非常值得介紹的 因為這裡的泉質是叫做硫磺岩泉 那因為這個硫磺泉 我們知道就叫臭蛋泉 就是說它有一個臭臭的硫磺味 那這個硫磺味在火層岩的地方冒出來的時候呢 有鐵質跟著它一起出來 這個溫泉的特色是無色 無色片人 你看這水這麼黃 對 它在裡面的時候是無色 出來的時候這個鐵接觸到空氣就氧化 可是你看我腳踢起來有點像粉的感覺 那就是你腳的腳質太多 你需要去腳質 而且它在溫泉冒出來的時候 因為這裡看不見海邊 所以有海水滲入 偷偷的跑進去這個溫泉裡面 所以這個溫泉呢 你給它拿起來喝一口 那你就是沒有衛生 到底誰會喝洗腳水 這裡的溫泉 它就有點鹹鹹的 你吃起來有點鹹鹹的感覺 那鹽再加上溫泉 它就有保濕的功能 往金包里老街的路上 往左邊你看 你看到的是枯枝 我在信心裡面看到的 是一片櫻花林 這個大概到三四月的時候 看每年的天氣不定 它就可以開了滿滿的櫻花 你看喔 在前面泡腳 在這裡泡腳 轉過來 這是整片的櫻花 到時候在那邊一位難求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在這邊等 金包里老街 我們錄的不是老街 我們錄的是歲月 哎呀 我們進去歲月的深處看看 這非常多人 來這邊拍攝一些吃的 我們就 我們也吃 這個金山 我們都叫做金山 其實它最早的名字呢 叫做金包里 那因為這是取當地的這個原住民 他們的名字 金塔佩里 金塔佩里 然後跟當時的閩南語 金包里金包里 金塔佩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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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 其實台灣很多的地名都是用這種方式 那這裡呢 是當初 魚露古道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交易的地點 這裡現在看起來有點像菜市場 以前這裡是商業街 所以這條街上面很多工人的什麼東西都有 來了 就在這個廣安宮 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來看看 金包里 鴨肉餓 我這外帶還給你用這種封口雞耶 哎唷 來吧這就是自己端的 大盤子小盤子的價格 兩個 小的 謝謝主耶穌的恩典 有的同在 同耶穌的尼阿曼 好讚喔 我第一次來 剛剛是用搶的搶到這一盤鴨子 我覺得你看到的菜先拿 然後有一些還沒有的 你就要去那邊站在第一排等 對 對 這裡的吃法很特別 就是 它這桌子上面有什麼 你搶得到就是你的 不包含桌上的那一台收音機 來囉 聽說這裡的 鴨肉 不用沾醬 也可以吃出它的味道 有味道啊 哎唷 蠻好吃的 再來再試試看它的 Second Choice 就是小卷 這樣子一盤200塊算是蠻OK的 海味好重吧 哎唷 因為這旁邊就是金山黃港 很新鮮 有很多桌子都拿這個 來這邊一定要給這個鴨子 這麼大塊 而且很多 這一盤200塊 人家大胃王的本錢是怎麼吃都不會胖 那我們是怎麼撿都不會瘦 那這一間的名詞其實叫做金包里鴨肉鵝 鵝 因為老闆叫李光熊 這個熊的日文發音叫做 所以他們都叫他說 鴨肉鵝 鴨肉鵝 叫久了就變成金包里鴨肉鵝 所以這一間叫做金包里鴨肉鵝 它原本在這邊呢 它不是在賣鴨肉 它是在賣麵的 它是一個麵攤 然後麵攤做起來就是 生意就不是很好啊 然後所以呢 它就想說 不然賣一點鴨肉 來蹭蹭 讓它更豐富一點 並不是主要賣鴨肉 然後就賣鴨肉之後 然後結果怎麼樣你知道 生意也不是很好 那於是他就選擇說 那我到底是不是要改圖呢 他就問了這裡最有名的這個廣安宮 問一問之後呢說 要堅持下去 Just do it 跟Nike講的一樣 然後他就真的堅持下去 結果沒想到 做一做一做一做 生意被它做起來 它以前一天說 一隻鴨賣不完 現在在一週刊報導 一個月賣超過一萬隻的鴨 現在疫情後 一定沒有這樣子的榮景 這裡的鴨肉好吃 不是在於鴨肉的做法好吃 是在於鴨肉的吃法 追趕跑跳碰 就是剛剛你從那個廟口端來 走到這一個店家的時候 內用區不是在廟裡面不是 是在這條街上其中裡面的店面 看到有一個標誌 像天地會這樣 你才能走進去 就是當你端著這個盤子 然後要在老街裡面穿說 像我們剛才下雨 這邊被插到雨傘的頭 那邊撞到人 好不容易走到店面 然後放著這邊吃 年輕人就愛吃味 所以老闆說這裡的好吃 不是在於他的食物的做法 是在於我們吃的這個過程 我說你看這個貴竹鼠很不起眼 很少人打 但是這個貴竹鼠超嫩的 欸我們今天平日喔 而且老闆天來喔 大家看 這裡面坐的滿滿的都是人耶 你從老街走過來的時候 你要非常小心拿著你的盤子 因為地上很油 所以人家跟盤子就 喔喔喔喔 呵呵呵 所以他就叫做 阿肉 喔喔 吃完 其實在這個 冰鮑梨大街上面還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帶各位來看 吃的部分你們就自由發揮 對 我要綠豆糕 這個三個這個兩個對 四處餐的概念就對了 你要嗎 阿你叫的15個裡面沒有我 喔這好可愛喔 要不要 可以看啦 裡面有個試吃 我們試吃就說好 欸我要黃金蜜蜜瓜啦 它是國美亞卡社群黃泡 阿這一款的話是我們東 開出的蜂蜜 這沙包也是可以拍照的嗎 可以啊 我們還有豆莉用 然後你扛一下沙包 還有這個喔 喔你扛的好像你就是這個職業的樣子喔 我沒帶豆莉耶 不用帶豆莉阿 是嗎 你本身看起來像農夫 就不用再帶豆莉 這樣子嗎 你有被沙包打過嗎 好的 現在我們要離開金蜜蜜大街 因為再不離開 我們會請拖車來載 我們身後的呢 就是黃港大橋跟黃港旅港 就在我們後面 金山有非常多的公共浴池 然後這個黃港公共浴池呢 也是滿不錯的 男湯跟女湯不大喔 然後它有一個開放時間 然後走過來這邊就是我們這次要來的 有讓你泡竹湯的地方 它不像中山公園腹地這麼大 但是它的池子比中山公園還要大 對 然後比較溫暖比較熱 可是有人在那邊睡覺 那這裡假日的時候喔 人爆炸 因為籃球你要坐在那個邊邊角角的一個位置 簡直就是比張惠妹最近的演唱會加開 還要來買到 那這裡像我們現在平日 剛剛下雨現在停雨 來喔 人還是有的喔 蠻多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是蠻紅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泡泡它到底是怎麼樣 原來這個是有氛溫度啊 這個是40度 這38 這43 溫很多耶 真的喔 這38度 有有有有 這不止吧 喔對 這有比較好吃嗎 不是那麼熱一點 燙吧 喔有有有有 不會感覺 因為會燙成那種感覺 我喜歡燙的 會燙的喔 43度 欸你手紅起來了 不是真的會燙 真正最煎熬的是衝腳 衝腳完真的好燙 沒有這本身就燙的啊 喔好燙喔 很燙啊 很燙啊 欸這免費的地方 可以讓你在這邊泡 唉唷 欸你可以沾一點水聞聞看 真的是有點鹹味 你知道為什麼有鹹味嗎 因為前面幾個人 他泡腳的時候沒有先洗腳 含有鐵離脂非常的高 所以他們說這個對女性來說是非常好 你踩一下我看看 超燙的 超燙的嗎 那你要吃巡立民跟溫泉是沒關係 這樣都受不了喔 喔 唉唷 泡湯的地方全部都紅了 真的真的我相信 下去腳趾頭沒知覺很痛很麻 不知道有多剩 就踩要去115公分 喔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很麻 排斥喔 下去啦 不行 很蠢人欸 很燙 那你跪著膝蓋不會痛喔 就是起來的時候腳麻的欸 你泡一下你泡一下你會起來 很燙啊 很麻欸 來這邊除了泡湯以外 你會發現一個奇怪 就是人在躺在這個旁邊的那個盾 嗯 盾你知道嗎 有 德烏恩盾 這其實是內行的玩家的方式 是喔 因為那個盾的裡面有溫度 而且那個溫度不是很低喔 那個溫度也很類似我們去參加那個 遠紅外線的鹽盤浴的溫度 鹽盤浴超熱的欸 對差不多就是那個溫度 熱到你會皮笑牙乾 那你那是鹽盤浴壞掉 那因為外面很冷 又下雨 又冬天嘛 然後那個石板又很熱 所以你躺在那邊有一種感覺有沒有 叫做煎熬 這個誰懂 李嘉威懂 欸真的有熱啦 真的有欸 這個有點燙啦 我覺得我坐在上面有點像是那個 汽車可以按紅外線熱 以加熱的感覺 你也是要玩家的玩法 這也是燙的 有沒有感到熱度嗎 沒有 因為我外套太厚了 哈哈哈哈 可是腳質太厚 欸這是一種冰火的泡法 以你有泡過鹽盤浴來說 你覺得這個溫度怎麼樣 因為你說它會燙傷 所以表示它的鐵盤 不是鹽盤 鐵盤是烤龍 鹽盤的是夠熱的 對 真正的浮誇人來的 哈哈哈哈 還沒燙死的時候先動死截肢 呵呵呵 這死都要好吃啊 你的毛病真的很多 欸怎麼那麼久 如何 燙燙 燙燙 很燙欸 我跪著在那邊 我核心肌群整個訓練起來 因為 欸這種免費的行程 無料行程 這金山真的不一樣 而且它是泡腳 又不會讓你整身褲都要彈你 然後找頭髮 走過來之後 這邊就是黃港漁港 旁邊這個文勝公這裡 往上走 認識了這麼多年呢 我都還沒有帶你來 今天決定帶你來阿嬤家 阿嬤兩個家 一個阿嬤家是在做中式 一個阿嬤家喝咖啤 阿嬤家咖啤 走 這邊是Coffee 然後斜對面呢 就是阿嬤家的紅磚屋 裡面就是有特色料理 先去看一下菜單有什麼 阿嬤今天只有賣甜的 但阿孫呢 今天想要吃鹹的 來這個鞋對面有沒有 阿嬤的料理 阿嬤家的料理今天沒開 舊金山總督溫泉 這裡我們之前來過 我知道說這裡是一個非常有名 當時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們的總督來這邊 特別要來這邊泡 那在戰爭的時候有打到的 然後後來就把它清起來 那現在就可以給民眾泡 那這裡很特別 就是它有室內的湯屋 它有室外的湯屋 那頂樓湯屋可以讓你看過去旁邊 這一些 漁港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 舊金山 go 哎呀這蠻不錯的耶 對啊你在那邊泡的時候 你不用害怕你的車會不會不見 因為在這邊你就看 還真的看得到我們的車口 你在這邊泡 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旁邊也是劑子 那你可以躺在這邊 然後認真想想你的身材 為什麼Bm牌子會這麼高 一直降下來 我們這次選擇的樓上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選擇樓下呢 是可以看一個造景 那在這裡是直接看漁港 對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三小行程 香精又包梨 今天的行程我覺得不錯 三小行程 首先先帶你去吃個好吃的 再帶你去走走 泡腳 整個人都溫暖起來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喔 掰掰 掰掰